是深西晋中的后谷古村 这是游客中心 前面就是停车场了 游客中心进去 门票是48 我在网上买的 走吧 景区的一个导览图 全景图 看不懂 直接进去 已经进来了 感觉来到了黄土高原 这里距离那个古村 好像还有一个1.5公里 就是如果不想走的话 可以坐这种观光车 就是我不行吧 今天下的小雨呢 挺凉的 后谷古村历史悠久 但是具体的行程时间 已经无从考证了 根据一块从村中 发掘出来的唐代墓碑推算 后谷村早在公元819年 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我想走那边的路上 那边土路上 走的挺有感觉的 但是过不去啊 看一下对面的土堆 下面有石头的 难道以前这里是海洋 看一下对面的山 都是土堆啊 都是土山 黄土高原 我来了 跑啊没人 反正没人 前面呢就是景区的验票口 从这边直接验票 验票进古村 进来了啊 现在已经入园了 这边那是影四后沟 应该是这些电影啊 在这边取得景 还挺多的在这边 呃就是说一下啊 就是你在网上买的票啊 就是需要去游客中心换票的 换成这种纸票才能进来啊 这真是个大土队啊 不不不 大土山 哇 真是土山啊 这边有个雕塑啊 下面是后沟古村 农耕文明 左边呢 是手拉着爬离的老汉 右边呢 是一个强健的耕牛啊 我天啊 真牛啊 牛牛牛 真牛 继续往前车 这边呢 有个石刻 后沟古村 这边呢 还有一个黑猫警长的 一个小船 就是黑猫警长 然后这是千年古道 千年龙枣树 主游览线路 咱往这边走啊 这个景区不会就我一人吧 包场了 就瞪着啊 坐一下 上面有水啊 天啊 哎呦 扩着湿了 哎呦 这就是应该是那个千年龙枣树 龙枣树吧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知道这个千年龙枣树 有多少年了吗 有千年了 应该有一千多年了 往哪走啊 往这边走应该是 瞅下边吧 是个河道 哎呦 我来这边真有感觉啊 我感觉来山西的话 可以来这个古村落看一下 哎呀 这下来还要上去多吃一局啊 我才感觉前面是个寺庙呢 还有钟楼鼓楼呢 应该是 这边是个石桥 上去看一下 等一下 这边是个官邸庙 先去这边看一下 这就是官邸庙啊 官邸庙呢 就是供奉无声关羽的地方 一个小院不是很大 这边是个丁香树 哇 一睹春秋啊 是个坐向 哇 观赏 走走行走 去这边 这边可能是个观音堂 需要爬个台阶 是个千年古怀 树心都已经枯烂了 但是还是活着呢 人活脸 树活皮 一点都不假 海岛洞天 哇 是一个四合县式的一个寺庙 前面就是观音店了 持航普渡 委托店 大王吃了 出去啊 出了观音堂 咱继续走啊 为啥这么好的景点 为啥没游客呢 几乎没游客 今天可是星期天哪 这边就是窑洞啊 看见小院挺问心的 景点集中区 有一个怀树 叫做空心怀 已经有1200年了 为啥叫空心怀呢 你看 树心 已经没了 只剩皮了 这边就是玉皇殿了 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 原名的是玉帝行持 或者是玉帝庙 这个玉皇殿呢 上面有个匾额 上面是金雀云公 看一下有对联的啊 四十心中存三念 三尺头上有青天 这是三元殿 殿内供奉的是道教神仙 天地水三观 又称了三观大地 三元大地 这边呢是三肖殿啊 殿内供奉的是云霄 穷霄必霄 三位女神属相啊 她们是财神爷赵公明的三个结衣妹妹 那边呢是个戏台 是个古戏台 好像说是青态的一个戏台 民歌大舞台 上面还有哪种轿子呢 看一下木雕 戏台呢是2005年重修的 上去 上去看一下 有门的 哎呦这是演出的道具啊 这应该是 是吧 上面门都关着的 就往这边走了 从这边继续游览 哇 这真是 来到了山西啊 这么好的地方 宣传宣传呀 应该往哪走啊 是走下面走上面 走下面吧 走下面吧 这边都是 石头堆的墙 石头 是不是 这真是原汁原味的 深西古村落 啊 这地方真可以 这边呢也是个枣树 已经有五百五十年了 厚沟 古牌水系统 哦呦 人家在做饭呢 人家在做饭呢 窑中窑 啥意思 难道窑中有窑 哎呦 这能参观吗 这 哎呦 我说哪来的毛呢 红灯了 进去参观吧 这 哇 这好像人家家里吧 这里面可以参观 哦行 好好的好的好的 这里面是可以参观的啊 专门上参观的 这就是窑洞啊 上去啊 我就已经到底了 看下这就是床啊睡觉的 桌子椅子 哎呦 窑中窑 麦啥叫窑中窑了 这是窑 这是中窑 就是窑 窑中窑 明白了吧 从这个窑洞进去以后呢 这里面还是窑洞 这里面 也是住人的 走吧 看这小院子 真温馨啊 那是梅啊 应该是梅 沿着坡道啊 继续向上走 走吧 这是后谷古村的排水系统 它是村民自主设计的 有明走暗泄 去水友情的讲究 千百年来 后谷古村啊 都没有遭过水患的 继续往前走 它这里啊 应该是都是可以参观的 应该不是住家院 刚才我还以为 有人住 我都不敢不敢进去 这应该都是可以参观的 这是楼遥远啊 说是这村中年龄最大的院落了 说是这是后谷村的大财主的房子 这边竟然是个影币啊 钻铁影帝 去往前走 继续往前走 roots убийum 近来是个院子 正前面就是窑洞了 不是狗叫啊 看到 nicht 在这发的声 наблюд forbid 前面就是窑洞啊 这是个二层的窑洞 先从一层进去看一下 吓我一跳 我天哪 也太吓人了 这里边还能进 上来我不进了 看一下床 缓缓缓缓 吓我一跳 民国池戒啊 这里面就是这样布置的 大花贝这也是个假人 这里面还能过去 不敢 我害怕 廖望哨啊 这也是个窑洞 说是呢全村最长的窑洞 深了26米 啥叫廖望哨呢 应该就是通风报信的 因为有匪患嘛 所以呢 当一个观察哨啊 快走到最里面 看一下可以看到啥地方 哦 我来的地方 我又是从这进来的 看见没 这就是警觉的大门 如果有突围过来 或者别的坏人过来 对吧 有敌情 快有敌情 各家各国有钻地道 嘿嘿嘿 去阿城看一下 遥中楼嘛 对吧 这卫生间 女卫 这不用说这应该是男卫 这也是个小院 继续上 站在二楼看一下 后沟古村 应该是能进去的 哇 这都是摇着床睡觉的地方 看一下人家的屋子 温馨吧 哎呦 这个屋子可以 还真有感觉呀 有那种六七十年代的感觉 是不是 还有冰箱呢 老是冰箱 这边又来到一处院的 但是这门是关着的 应该进不去 后沟旧酒房 应该酿酒的 是吧 后沟旧酒房 酿酒 酿酒的 是吧 碗豆 高粱酒 大麦 快驱 大驱 我天呀 别有冬天 还能解决 这也是个窑洞啊 这把钢埋在地里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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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出来了 这是十年 鎖着 鎖着 没法体验 继续往上面走 不 村所 叫大村所 已经有二百六十年了 这边还有卖酒呢 后沟老酒 直销所 我不喝酒啊 我带来看一下院子是啥 进院子看一下,看一下就走了 那久的地方 看一下 这不是窑洞吗 窑洞的屋顶可以坐着歇息 可以玩 是不是 还有大磨盘的 十凳 看 这还有天井啊 看一下天井 这是酿酒的东西吧 感觉这院子有点像那个地坑院 深门峡地坑院 这边是个枣树院 因为院子里种的有枣树 所以呢叫做枣树院 这就是窑洞啊 那叫做柴主院 看一下 门前的木雕 虽然简单 但是人家有木 是有木雕的 铁将军把门进不去 景区不小的 从这边上去 看见没 还能参观呢 爬到上面 可以爬到最高点啊 咱去看一下 黄土高一铺啊 这农耕文化保护馆 请去看一下 农耕文化 我天啊 这一个树像 老爷爷的树像 都直接农聚 出去 出去 出去吧 出去吧 他那个房顶啊 看 有观景台 看一下 哇 停 山峰 哇 风真大 黄土高原 走 高陵下看一下 这是真武庙 是后沟村位置最高的建筑了 正宗供奉的是 北方正神 安天玄武大帝 雨越下越大了 黄土高原 既往这边找 千沟万赫的黄土高原 这是三神庙 始建于清代 现在看到的是 2005年重修的 行了 我回走了 这应该是天门吧 石头堆的 准确的讲是叫天门洞 从这回村子 我从这边下来的 然后那边没参观的 从这边上来的 那边还没参观 去那边看一下 这边看风景不错 那边就是郭云堂了 刚才去过了 这下景 这边呢就是将军院了 曾经这里出过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 叫做张小赤 他曾在这里住过 所以呢 这里叫做将军院 看一下啊 这边屋子应该是介绍张小赤的 这就是张小赤将军 哎呦哎 水下的不小啊 将军就在这里住了 那边住了 看一看 这边住了 这边住了 将军的床 哎呀 这不是有假的吗 也是有假的 我天哪 是不用的吧 哎 哎呦喂 走继续往 水缸 大水缸 一往这边走 一用了啊 感觉胆子这么小吗 吊桥院 我天啊 从这边走 嗯 哦 弄过 这在打铁的吧 这也是村子的排水系统 看一下 能钻进人 人都能钻进去 这边通道 看一下 哎呦喂 霍人开场了 张家宗池 池塘 不进去了 咱来这边看一下 这是个疑门员 当年这应该也是个大户人家 看门门上的雕花 是不是 木雕 继续往前走 吊桥院 钻过窑洞 看一下 吊桥院 哦 看一下没 这就是吊桥啊 是不是 这就是个吊桥 把这个木碗 拉起来以后呢 这下面就是个洞啊 这个木碗不放下去 你根本进不来 去院子看一下 所以呢 叫做吊桥院 这应该也是大户人家啊 是不是 还有隐蔽呢 门前 这就是吊桥院了 而且呢 这个院子呢 是三面环山 正面呢 是悬崖 你想进这个院子 只能从这个洞里过来 如果把这个吊桥拉上来以后 这个院子 你进不来的 院子看一下 主油烂线路 真是真是上面环山 只有在那个 身体上开洞啊 才能进到这个院子 嗯 能够吗 我天呀 跟地道一样啊 地道 下地道 没有多长啊 这地道 这边又下来了 啊 看一下这里面 是啥地方 哇 这里面这个窑洞啊 还有炕呢 啊 这边还能烧火啊 真隐蔽 这就是个院子啊 这两棵树有意思啊 交叉着 我估计要快参观完了吧 应该 从这边下去啊 从这边下去 这边都是窑洞 出去了 半开的门 看一下这身体 一层一层的 啊 我准备走的时候 来游客了 还挺多的 有一波游客 看一下没 还有游客 我的衣服湿透了 所以呢 今天晚上 估计啊 要住酒店 需要把衣服啊 晾干啊 我就拿了这一个 雨冻服 这两天 山西又冷了 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现在我要去那个 太原了 再见